欢迎来到三米阅读,阅读乐趣,三米启航,祝您听书愉快。 那就是他的作者,也就是纳瓦尔这个人,纳瓦尔是谁呢?他是一位硅谷的天使投资人,还是一个创业家,这个人是1974年生人,年龄不算很大,但是在硅谷他的辈分可不低,投资创办过上百家公司,其中他投资过的就包括我们熟悉的推特、优步等等。 同时,这个人还有很丰富的创业经历,创办过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,咱们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,总之是个典型的那种成功人士。 但是,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,你可能会发现,在纳瓦尔所有的身份里,商人这个身份是最靠后的。 其实,这本书里面讲怎么赚钱的部分也不多,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?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呢? 咱们要从纳瓦尔的其他身份说起。 首先,纳瓦尔是一个读书人,读过的书非常多,而且对读书、对学习是很有一套特别的感悟。 比如,他不读畅销书,避免加入任何所谓的读书俱乐部,避免追求任何的社群认同。 那再比如,纳瓦尔还说,说读书呀,不要追求数量,数量是个伪命题,因为统计阅读数量,它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。 其实,知识面越广的人,思想越独立,那他读不完的书就越多。 因此,不要刻意追求读完多少本,而是要时时刻刻关注那些反映趋势的新概念。 那再比如,怎么才算把知识学明白了? 纳瓦尔认为,标准就一条,那就是给孩子讲一遍,假如孩子能听懂,那就说明你真懂。 其次,纳瓦尔还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人,比如,别人问他说,什么叫退休啊? 纳瓦尔告诉你说,退休这件事跟年龄没关系,所谓退休就是不再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,你能活在当下,那你就达到了退休的状态。 再比如,有人问他说,赚多少钱算够啊? 纳瓦尔就告诉你说,当你感觉到你能够摆脱对金钱的贪念就行了。 怎么摆脱呢?不要靠意志力,而是要靠给自己设定行动的硬边界。 那就是,不管赚了多少钱,都不要升级自己的物质生活,够吃够穿就行。 再比如,别人问纳瓦尔说,什么叫履历? 那纳瓦尔说,履历啊,跟你在哪上学,做过什么工作都没有关系。 所谓履历,他指的是一个人承受过的痛苦的合集。 你看,纳瓦尔是不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。 说到这儿,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已经忍不住,想把这些话记下来了,打在PPT上多好用。 确实,已经有很多人这么做了,这就要引出纳瓦尔的第三个身份。 他还是个网红,是个金巨王。 你要是看当地的很多演讲,会发现,年轻人在PPT里最喜欢引用这么几个人的话,谁呢? 巴菲特,查理芒格,乔布斯,拉里佩奇,那再有就是纳瓦尔了。 从这个角度看,我觉得啊,就冲这些金句,那这本书也值得花半个小时来听听。 尤其是,假如你觉得其他人的金句已经用光了,用无可用的时候,那纳瓦尔的金句更值得听听。 这本书的推荐序作者,增长黑客的作者范冰老师,对他有一个评价,说,读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反直觉的精神瑜伽。 他讲的不是任何大而全的道理,几乎没有那种成功者高高在上,讲成功经验的感觉。 相反,整本书它的姿态非常低,那这本书就是纳瓦尔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,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对生活,对学习,对创业的思考,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你。 就像刚才说的,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主线,全是纳瓦尔的个人感受,假如我们硬要抽象出一个结构,那未免偏离了原书的色彩。 因此,接下来,咱们也从感受出发,给你讲讲这本书里最有趣的几件事。 那事先说明,整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好,假如你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,那么我强烈推荐你,借着这个热情,去一鼓作气,把原书给看了。 好,现在咱们就正式翻开这本书。 这本书一翻开,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,它特别像《人生被忘录》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每一句话单独拿出来,好像都能作为名言。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,就是很多话单独拿出来,都特别像一个人一生的那种木之名,智力名言。 而且这里面什么样的话都有,有关于财富的,关于生活的,关于幸福的,等等。 就好像关于生命,所有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都被写在上面。 虽然看起来很零散,但是假如你看完整本书,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朦胧的感受。 不管在哪个层面上,你都能体会到这个感受。 就是整本书,好像都在隐约向我们传递一个关于人生的真相。 就是人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纳瓦尔觉得,人生的本质,它不是一道家法题,而是一道成法题。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? 过去咱们都觉得,人生嘛,像一道家法题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你看,我今天做一点事,明天再做一点,就是在不停地为我的人生积累回忆,积累价值啊。 这可不就是在做家法吗? 但是,纳瓦尔觉得不是啊,人生它更像在做成法,就是你当下的每一个小举动,它都像一道成法题一样,乘以一个很大的数,那么整道题的运算结果会成倍地往上翻。 说到这儿,你可能会觉得,哎,这听起来很像投资呀。 没错,作为一个投资人,纳瓦尔正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他的整个人生啊。 要知道,投资人对惩罚这件事是非常有感触的,因为在投资的领域里,往往做对一个小决定,你获得的回报就是惊人的。 比如这本书里就说了,说一个决策正确率为80%的人,和正确率为70%的人相比,哎,你可别看这个正确率它只高了10%啊。 但是,这个正确率是80%的人,要比那个正确率是70%的人,他获得的回报要高出数百倍。 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投资,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生中的很多事。 为什么呢? 哎,说起来其实不难理解嘛。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相,它的真实结构,就是一层一层彼此交错的网啊。 在每一层网络中,你接入的资源都是不同的,所以每当你的能力上升一个层级,你都会接入到更高一级的资源网络,这个时候会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被卷入进来。 那这么说可能很抽象,咱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 比如,假如你是一个钟表匠,以你现在的能力可能只能造出普通精度的齿轮,你只能接到特别普通的订单。 但是,假如你能够制造出更精密的齿轮,哪怕只是精密一点点,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有类似的品牌来找你了,而是你会打开更高一层的资源网络,那些更有名的品牌,甚至是奢侈品都会主动来跟你合作。 你整个人的那个品牌价值都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一个整体的提升,而不仅仅是订单变多了而已。 你看,这就是你的能力往上走一点,就等于接入到了一个更高层级,更有价值的资源网络。 它背后所产生的那个价值的增量,一定会被这张网络放大,而且这个放大的程度,它一定超过你最初的想象。 在这本书里,纳瓦尔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,很有意思啊,他说的是,假设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海潜水员,你能去别人去不了的海域, 那么,你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呢? 按照通常的设想,那既然我比别人潜水浅得更深,比别人能做更高难度的任务,那可能就是我能多拿几块金牌,能赢得更多的比赛呗。 但事实上,你能获得的,要比这些多得多。 就比如说,假设深海里突然出现了一艘沉船,船上全都是金银财宝,那这个时候,别人就只能眼巴巴的想着这个宝藏,但是你却有机会去直接探宝。 你看,只要你的能力再提升那么一点点,你就能连接到别人连接不到的那些更高级更好的资源。 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啊,说白了,它就有点像高考,你看,高考的时候,很多老师都会把一句话挂在嘴边,叫多考一分,甩掉千人。 那,他可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说,人生就像是做惩罚,多做一点小努力,取得一点小进步,那个获得的价值回报,它可不是线性放大的,而是会以乘数效应,以更快的速度被放大。 你看,我们顺着这层意思,再往下深抹一层,你会发现,整本书其实在隐隐向我们传递一个主张,叫做千万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。 那,很多时候我们都觉着,应该怎么才能干成一件大事啊? 那当然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,下定很大的决心,拥抱一个很大的机会才能行啊。 所以,在这个庞大的任务面前,很多人就不免产生为难情绪,结果最终就迟迟无法展开行动。 但是,纳瓦尔就告诉你说,千万不要低估眼前的那点小努力,只要你肯比别人多努力那么一点点,多付出那么一点小努力,那么人生就会以乘数效应获得更大更多的价值。 就比如前两年,很多人都在说一个概念,叫做苟且红利。 什么意思啊? 说的就是,别人都在敷衍、糊弄、苟且、马马虎虎的时候,这个时候,只要你肯认真,那你就能享受巨大的红利。 说到这儿,给你讲一个小故事,那就是那个关于钻石的故事。 我们都听过一句广告词,叫钻石横九远,一颗永流传。 那最早说出这句广告词了,其实就是那个钻石行业的公认的巨头戴比尔兹。 从1888年到现在,这家公司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 但是,最近这几年,钻石行业出了一个后起之秀,这个公司叫卢拉卡,那可以说它冲击了整个钻石业啊。 世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大天然的钻石原石,都是它开采出来的。 而且这些还都是最近几年,全都是2015年之后的事。 要知道,上一次创造这个记录,可是在110年之前呀。 那为什么一个成立时间这么短的公司,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创造出这么好的成绩呢? 为什么它能够开采出比别的公司更大的,其他的公司都开采不出来的原石呢? 按照过去的想法,可能是他们都找到了更好的矿,找到了更好的资源。 其实并不是,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们的一个小改变,就是他们使用了新的开采工具。 因为很多其他的钻石公司,他们所使用的那个开采工具,有的时候会破坏那些比较大的原石。 那这个公司呢,就在工具上做了一点小改良,当然这个破坏也会产生,但是破坏的概率会相对低一点点。 注意啊,只是这个低一点点的概率,就让他们发现了三颗巨钻,并且奠定了整个公司在钻石行业里的地位。 说到成数效应,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词,那也是像纳瓦尔这样的投资人非常在意的一个词,那就是复利。 那在这本书里,纳瓦尔就特别嘱咐我们说,要注意复利效应。 那假如你对金融知识有一点了解,那你肯定知道复利有多重要。 比如,假设你现在拿出十块钱做投资,每年赚百分之十,第一年是十一块钱,第二年呢,十二块一,第三年十三块三,看起来好像没什么。 但是,假如按照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复利来算,那连续三十年,你获得的是多少呢? 那可不是本金的十倍或者二十倍啊,而是数千倍,这个时候你会拿到两万六千多。 你看,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笔很可观的收益啊。 其实,不光是财富,纳瓦尔看来,生活中的所有回报几乎都来自复利。 那不管是人际关系,爱情,健康,还是习惯。 比如,一个公司,现在有一百个客户,那客户以每个月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,用不了多长时间,这个公司他就能有上百万的客户。 再比如,你培养一项技能,每一天坚持练习,每天可能不用练习的时间长,只坚持十分钟,二十分钟。 那么未来,这个技能,他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副业。 那保持这个正向积累的速度,最后带来的回报可能是惊人的。 咱们就做个简单的计算吧,假设你每天能够进步百分之一,那么一点零一的三百六十四次方,就是你一年进步的总量。 这个总量是多少呢?答案是百分之三十七点八。 换句话说,你只要肯多努力,多进步百分之一,然后坚持那么一段时间,那么你获得的回报,就会比你想象中多很多。 你看,还是那句话,就是千万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。 说到这儿,纳瓦尔还有一点提醒,就是既然人生是一道成法题,既然我们要在意复利。 所以呢,在学习这件事上,有一个学科就变得特别重要,那就是基础数学。 在纳瓦尔看来,几乎所有的成功者,那一定是基础数学过硬的人。 像什么几何学啊,三角函数,微积分。 那假如你是个文科生,可以暂时先放一放。 但是,算法,概率学,统计学,这些基础数学,一定得认真学。 因为这些学科会让你对数字啊,复利啊,成数效应这些事,变得越来越敏感。 好,咱们接着说纳瓦尔。 刚才说了,纳瓦尔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启发,就是告诉我们,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道家法题。 我们的人生所付出的努力,它会以成数效应放大,回馈给我们。 所以,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。 因为每一个努力的背后,它可不是仅仅让你在原地再往前前进那么一小步,而是为你往前打开了一扇新的资源网络。 换句话说,我们的人生像什么? 它像是充满了一道道隐形的门。 只要你肯往前走一步,你就能打开那扇新的门,进入到一个新世界。 所以,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,就是不要苟且,不要放弃,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。 好,刚才咱们说的是,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一个,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启发,就是人生是一道成法题,所以不要低估,小努力。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其他的启发。 那刚才说了,纳瓦尔除了是一个特别懂人生,懂事业的人之外,他还是一个典型的终身学习者,是个读书人,这个人特别喜欢读书,喜欢学习。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,纳瓦尔在学习读书这件事上的感悟。 纳瓦尔曾经说过一句话,他说,阅读啊,就是我的初恋。 他还说了,说阅读是建立一个人心智模型最好的方法。 既然阅读这么重要,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选书,如何读书,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读懂一本书呢? 接下来咱们就来解答这些问题。 首先,在纳瓦尔看来,阅读这件事啊,它是跟自己较真儿,而不是跟别人比赛。 比谁读得快,比谁读得多,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 纳瓦尔说了,说一本书越好,那你就越要慢慢阅读,慢慢吸收。 统计读书的数量,那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嘛。 阅读它归根结底,不是为了跟别人炫耀,而是你为了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。 它能让你成为一个更清醒的思考者,形成对世界的独立认识。 所以在纳瓦尔看来,读书这个事儿,它不要追求数量,同时更不怕重复。 比如有一本书,你拿起来读到一半,突然发现,哎,这个书我以前好像读过,要不然干脆别读了,换一本吧。 纳瓦尔告诉你说,千万不要换,假如一本书带给你这样的感觉,那么就说明,你的大脑已经做好,再读它一遍的准备了。 所以要坚定的读下去,遵从你的感觉,跟着自己的阅读感觉走。 那么,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书的时候,应该怎么选书呢? 纳瓦尔有一个特别扎实的建议,他说,首先要从经典作品开始读,比如数学,科学,或者哲学领域的书都可以。 估计刚才提到数学,可能很多人会不自觉的退缩,但是数学其实很重要,因为它会培养我们的思维方式,让我们变得更严谨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数据的时代嘛,而学好数学的本质,就是能够让我们不被那些假数据所迷惑,能够对事实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 其次,在选书这件事上,除了要优先读数学之外,纳瓦尔还有一个建议,就是一定要读经典。 假如想了解进化论,那一定先读达尔文。 想了解宏观经济学,那一定先读亚当斯密。 总之,一定要从早期的经典作品开始读起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在纳瓦尔看来,读书这件事,它带给我们的价值不是平均分布的,就是阅读的顺序,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式。 比如,当你在阅读的初期,先读到的那些经典作品,那些好书,那就等于说,在你的整个知识大厦的体系里,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地基。 它会为你日后再给这个大厦添砖加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。 说白了吧,就是早期的阅读,其实是在给你自己的整个读书体系做最原始的原代码编程。 你一开始读的书,它会影响你最初的思维方式,而这个思维方式,一旦奠定,以后再改课就难了。 所以最开始怎么读书,你一定要选那些最好最经典的学科原点,选那些最重要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推敲的书。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追求那些热门书啊,新书啊,不要这么做,而是一上来,要先把自己的知识基础给打好,先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名著。 好,刚才咱们说的是,应该怎么选书,归根结底就一条,那就是尽量先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好书,因为人最开始读的书往往对人的影响最大。 这个过程就有点像谈恋爱嘛,人们都说初恋它往往会奠定一个人的恋爱观,读书可能也一样,就是最开始读的书往往会奠定一个人的读书观,思考观和知识观。 好,咱们说了怎么选书之后,再来说说具体怎么读书。 纳瓦尔的读书方法其实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,那就是读书这件事的本质,它不是给自己竖墙,而是给自己找路。 什么意思呢?简单说,就是很多人读书啊,往往喜欢较真,恨不得在拿起书的第一时间,就扑通一下跪到地上,对这个书是马首是瞻,觉得书里的每一句话那都非常重要, 不读明白都是对不起这本书,都是不对自己负责,都是愧对知识,所以不管这个书有多难,不管要花多少时间,一定要一张张一页页,一字字的全都搞明白再说。 纳瓦尔就觉得,这种行为啊,就像是在自己的面前竖起了一堵墙,你看,这就是给自己找困难,找高难度嘛。 但读书的本质应该是竖墙嘛? 当然不是,在纳瓦尔看来,读书的本质其实是给我们找路,没错。 读书的本质就是在那一张张由知识支撑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当中,找到一条路。 假如这本书,我没读懂,没关系,先放下呀,先拿起另外一本,只遵循自己的感觉,去读那些自己有兴趣,并且一读就能读懂的书。 你看,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当你穿梭在一片由知识组成的密林中,你最关心的不是怎么推倒眼前阻挡你的那棵树,而是当你遇到阻碍的时候,能不能环顾四周,为自己另辟一条出路。 这样的话,这么一路读下来,你就很轻松的构建起了你自己的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体系。 那阅读体系的背后是什么? 当然就是你的思考方式了,是你整个的知识结构呀。 说白了吧,就是阅读,别跟一本书较劲,读书它不是一个任务,而是一种享受。 不要跟自己的情绪对抗,要把读书变成一件让你乐在其中的事。 还是那句话,阅读这件事,从来都不是给自己找墙,而是给自己找路,沿着这条路不停地走下去,你一定会打开一个只属于你的新世界。 好,刚才咱们说了,怎么选书,怎么读书。 那最后一个,咱们得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啊,就是这个书,我怎么才算是读懂了呢? 那玩儿说,其实判断你有没有读懂啊,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标准。 不要看整本书,你是不是无遗遗漏地做到了滚瓜烂熟,而是要看什么呢? 而是要看,你把这本书对着一个孩子讲一遍,假如孩子能听懂,那么就说明你读懂了。 为什么?你想想看,孩子代表的是什么? 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朴实的那部分价值观啊,它代表了一个人最朴素的支持兴趣啊。 所以,孩子读懂了,就说明你已经掌握了这本书里面最有朴实价值的内容啊。 当然,归根结底,方法之外,更重要的是意愿。 那玩儿反复强调了,说读书这件事特别重要,他还专门说,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啊, 他根本就不是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,而是喜欢阅读和不喜欢阅读。 你看,在那玩儿看来,读书对人生的那个作用到底有多么重要啊? 其实这本书里面,像这些关于阅读,关于学习,关于人生的感悟还有很多。 假如你对那玩儿有兴趣,又或者说你想有意识的给自己搜集一些金句, 那么我尤其推荐你去看一看原书。 原书读起来非常轻松,你完全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拿出几天的时间去翻一翻。 好,说到这儿,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咱们就说的差不多了。 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,读完这本书之后,你会产生的非常强烈的感受。 就是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,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聪明? 过去我们都觉得,聪明他指的就是一个人智商高啊,总能做出好的选择呀,这是一种天赋呀。 但是在那玩儿身上,你会发现到底什么叫聪明? 你看,那玩儿这个人,他的出身并不是特别的好。 他从一个贫困的移民单亲家庭里走出来,那后来成了整个硅谷知名的成功人士。 其实读完这本书之后,你会发现,那并不一定是他在智商上一定有非常大的优势, 或者说一定是为别人想得更深更远呀,都不是。 而是因为他始终在保持很好的思考习惯,包括学习习惯啊,对待成功的习惯啊,对待失败的习惯啊,很多。 他就是一直坚持这些好习惯,那这些好习惯有什么用呢? 他并不会让那玩儿在短期内获得特别大的成功, 但是,他会让那玩儿在很多小事上做得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。 比如,诚实正直,积极乐观。 再比如,工作的时候,总是要跟比自己成功,比自己优秀的人为伍。 再比如,玩耍的时候,要和比自己快乐的人在一起。 你看,这些习惯看起来好像都不难。 但是,只要你能够长期保持这些习惯, 哎,还记得咱们刚才说的嘛, 那个时间的负力,他会给你回报的。 所以,回到刚才咱们提出的那个问题, 到底什么叫做聪明? 聪明,他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, 而是很多好习惯的集合。 最后,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纳瓦尔在这本书里的提醒,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, 他说,99%的努力终将白费。 那乍一听,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有点残酷, 为什么会白费呢? 那既然是白费,我还有必要做这些努力吗? 当然有必要。 因为这句话,他并不是想说努力没有意义, 而是想说所有的努力, 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报给你。 就像电影《卡萨布朗卡》里面有一句话, 说的是, 如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, 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。 没错, 你读过很多书, 书里具体讲了什么, 可能后来记不清了, 但书里的那些道理, 可能已经融入你的思维方式, 成为你的一部分, 帮助你理解世界。 是的, 生命是有限的, 而我们需要做的, 就是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1%, 然后全力以赴。 好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,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, 查试我们。